這就帶您關注在桃園巴德所發生的這期死亡車禍 昨天有一輛新車要價558萬起跳的土猴金 BMW M3跑車 因為不明原因突然高速自撞路數 當場造成前座兩名男子傷重不治 而後座的女子呢是雙腿骨折重傷 但根據了解這是一對夫妻新婚夫妻檔來試駕 但沒想到最後造成陪同的車行老闆跟先生不幸雙雙離內 而現場殘破的儀表板上甚至指針還停在時速 140公里 頭燈劃過監視器下一秒打滑撞上路數 對象轎車駕駛嚇得驚呼連連 桃園十八德區東永北路12號晚間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造勢轎車被撞成一堆廢鐵 消防人員邊用滅火器防止車輛爆炸 還邊用破壞機具救出受困車內的三個人 這起兩死一傷的死亡車禍發生在12號晚間 林姓夫婦去試駕一輛二手高級轎跑車 三十一歲的林姓車行老闆也跟著坐在副駕駛座 車子才離開車行八百多公尺 就突然失控打滑撞上路數 車上儀表板時速指針還停留在每小時 一百四十公里 那時候就聽到棒一聲這樣 對呀 有出來看嗎 很多人 夫妻島試駕這台新車要駕558萬起的大馬力轎跑車 引擎可輸出高達五百一十匹馬力以上 由於造勢路段位於重化區旁 道路寬廣比值很容易超速 加上造勢當時天雨路滑 才讓原本開心購車的行程 一不小心變成一場悲劇 記者王小华 台灣報導